大家好 今天是周末 周末忙了一天 忙了一个星期也累了 今天晚上 跟我的粉丝们聊天 聊聊家常便饭 前两个礼拜呢 因为这个 父母新冠以后呢 照顾他们两个礼拜 我都快崩溃了 跑上跑下 我的关节也疼 七关节也疼 走不动 可能老了吧 女人到了五十岁以后 我不是五十岁 我觉得应该六十岁吧 七关节就发现了 就是去年感觉到跑步跑多了 七关节疼 夏天好一点 冬天比较严重 我去看了医生 我去看了医生 医生说 没问题 所以 关节老化吧 要继续 要运动 不能不运动 医生是这样说 前两天 因为工作需要呢 我抽了血 检查身体 然后 血的报告好像有点问题吧 就是在结合内栏上面 就是在结合内栏上面 出现了有点假扬性 所以医生要我拍个片 当时心情跌入谷底了 我想怎么可能 怎么会有这些毛病呢 我也没什么症状 对吧 我就去 找了个肺 今天报告来了 没什么事情 所以我也安心了 担心了差不多一个礼拜 觉得都崩溃了 今天报告一来 我就放心了 我觉得 这个人啊 怎么讲 人就是说 整个人生中 无论你多努力 你一旦发生一点小事情 就是说一旦 出现生理出现状况 那真的是 就说 怎么讲就是 天有不设纷云吧 中国人是这样说 所以 什么都是假的 都是浮云 身体好是最重要的 什么赚钱啊 什么 什么 爱情啊 男女之间 什么 朋友之间 同事之间的这些 这些 就是一些 一些平常一些摩擦 都是小事 身体健康才是重要的 没有身体 那真的是 没有机会了 什么都别谈 所以今天 有空在这里跟大家讲 健康是最重要的 其他都是假的 对吧 希望喜欢我的人 点赞加关注 别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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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